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武幻 武幻 给我更衣 武幻 你 怎么在这儿 我见时候不早了 到处寻你寻不到 便来店里找你 武幻说你不肯起 让我来欢迎你 殿下 殿下 时辰不早了 你应该起来梳洗 去戒门 迎接下戒前来观礼的诸神 我是主神 接他们做事 你去 你带我去 就算殿下不去戒门迎接 你也该起身了 一会儿咱们朝圣殿的人 都要下去 去乾坤台准备接场仪式 殿下 店里何人伺候您起床啊 我在九幽都学会了 你先去忙吧 再密一会儿 就一会儿 那 那您可快点起身 顶多 顶多就一炷香的时间 晚了可不成了 睡过头了吧 怎么可能 我是要当主神的人 我怎么可能再继承 这是如此荒唐呢 我就是小气 小气了一下而已 是 主神日理万机 理应小气片刻 你刚才说你到处找我 做什么 织天锦 我寻了几匹来给你做衣袍 等你成为主神后 就能用上了 只有她才能配得上混沌主神 布州山天女 万年才能织出一匹织天锦 你从哪儿寻的 听说整个神界 还没有一件衣服是织天锦做的呢 早些年 我便知道总有一日你会继承主神之位 便为你背上了 早些年啊 很多年前 我看了一个小姑娘写的手杂 有一个小姑娘天生神脉不通 但她心里比谁都想认真修行 她没有诗恩重生的神力 却悄悄记下了这世间所有苦难的地方 她还在没有混沌之神能力的时候 便有了造福苍生的心 一路走来 她将所有心事都藏在心里面 但我看到她的伤情和努力 她所付出的一切 我比这世间任何人都明白 从那日起 我便相信 她一定能成为 赵福苍生万年的混沌主神 也是这一天 我等了足足一千年 你换衣服吧 我陪你去见婚台 和 bén子 dizer 好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